方是忙的止血 已经把国防部政战保防处长赵黛川 还有宪兵队长吕正芳 两个人调以限职 不过行政院长张三正 他确实一早看报纸才知道 而且他在先强调 现在是调职而不是陈楚 那至于呢 在立院这边也是重新检视 宪兵的司法调查权 蓝绿立委都有共识 认为应该要废除 宪兵非法搜索民宅 军方止血 快速将国防部政战局 保防处长赵黛川 及台北宪兵队队长吕正芳 调离限职 不过行政院长张三正 却是一早看报才知道 我刚才讲这两个人 我也是早上看报才知道 这个不是陈楚 这是暂时调离 就怕先认了错 张三正再三强调 是调职而非陈楚 不过7号中午 大动作召开记者会 要求国防部调查清楚 也被外界认为 是不是僭越了总统职权 当然我跟总统在商讨的时候 其实总统也非常清楚 他会跟国防部另外下指令 所以我昨天讲的是 这个用词是有在尊重 国防部跟总统的这个职权 急忙撇清表示 都有干马英九商讨过 辅方态度明显尊重国防部 但立元这头 却认为宪兵的司法警察权 已经不合时宜 也被拿出来大大检讨 这个同意搜索要做修正 那我今天 我办公室已经很快了 应该这个礼拜就会提出 要联署提出修正案 就是这个同意搜索 仍然必须要 在24小时内 承报检察官 有司法警察的身份 是不是要考量 将这一个宪兵队 有一部分属于 所谓的军中警察的这个部分呢 他不要隶属于国防部 而隶属于内政部 国防部执法过当 这整件单一事件 当然要进步的去做检讨 线索宪兵司法警察权 蓝绿都有共识 就怕若继续框架 在刑事诉讼法下 一般民众和军事案件 宪兵都还是可以进行侦办 恐怕卫姓男子的 类白色恐怖 还会再度上演 立元借立实力 朝修法取消方向来推动 欢迎新闻来 有凡台北采访报道